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乒乓球亚竞赛的最新比赛情况 今天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国拼的比赛 那么在哈萨克斯坦10月11号当地下午的17点 同时进行了5场跟国拼有关的男女单打的比赛 4场女单,1场男单的比赛 那么在单打首轮比赛里边刚刚经历了团体赛的众多国拼主力球员 依然延续着自己的良好状态 5场比赛未丢一局,国拼都是3比0,轻松晋级 男单这边的话,王楚清是3比0战胜了塔赫尔 相对而言,这场比赛算是同时开球的5场球里边打的比较艰难的一场了 因为面对伊朗选手,王楚清好像打起来就是比较的别扭 这似乎不仅仅是跟球有关,跟比赛场地有关 伊朗选手的这种打法,王楚清打起来就不是特别的束缚 那么男团比赛的第一场,当时王楚清就是2比3输给了伊朗小将法拉吉 看起来当时的那场实力似乎并不是完全跟球有关的 这场面对伊朗队的非主力选手塔赫尔3比0的比分 虽然是比较正常的,但是有两局比赛的分差都非常的小 尤其是第一局比赛更是达到了11比9的关键分 所以说伊朗选手的这种打法面对王楚清的话 似乎还是有他一些优势的 只不过他们的硬实力确实太差了一点 女单赛场的话呢,四位晋级的选手 首先结束比赛的是石讯瑶 她面对的是新加坡的张婉玲 最终的话也是3比0比较轻松的战胜的对手 石讯瑶从今年5月份开始出现在大众的事业当中 在一个分战赛太原常规赛里面面对众多好手 她也是打进了8强 尤其是在16强比赛里面3比0耗时不到30分钟 就击败了韩国队的主力田智希 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这次也是跟随中国女队打了女团的比赛的 有过出场的 这次的亚锦赛就是她证明自己的最好的机会了 另外的话陈庆彤面对来自于伊朗的亚里塞拉级 同样是3比0战胜对手 而王毅迪面对的也是一名伊朗选手 来自于伊朗的伊鲁卡尼 比分也是3比0 尤其是最后一局 伊鲁卡尼在输掉前两局之后 似乎信心崩盘 最后一局资深的失误也比较多 甚至出现了发球失误的情况 整个情绪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王毅迪也没有给对手贴光头 打出了一波11比1 拒绝打出11比0的比分 算是给对手一个最后的体面 对于现在的女队来说 王毅迪已经成为国拼排名最高的选手 这次是需要她抗大棋的时候了 希望她能够顶住压力 带领中国女队在这次的亚锦赛 单向比赛里边有好的发挥 最后结束比赛的是小将宽曼 她是经历了一场中国选手之间的内战 不过她面对的是省队的王毅如 最终的话 凯曼也是3比0战胜了对手 算上在之前晋级南单64强的相鹏 以及徐英斌 中国队目前已经有8位选手 在单打比赛当中登场 目前也是8战8胜 而且都是3比0的比分 咱们国拼的这些选手 目前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随着比赛的深入 对手的实力将会越来越强 这次的比赛场地和比赛用球 跟过往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因此需要我们的队员们 借助前几场强度不大的比赛 赶紧的去适应一下 这个全新的用球和全新的场地 尤其是那种相对比较依赖 发球抢攻型的选手 更需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这个球的旋转是怎么样的 希望国拼在接下来的单打比赛里边 也能够顺利拿下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